你说我这儿媳妇啊 俩大姑姐 她就喜欢黑姑姐 不喜欢黄姑姐 见到老三就蹭 见到老五就打 你能不能别打 我姑姐了 是时候调解调解他们姑嫂关系了 小美 这是你大姑姐 你们是一家人 大姑姐 对 你看看 她不会伤害你 你别老打人家了 知道了 你看看 你弟妹刚刚吻了你 虽然是主动是好了 你也表示表示呗 别生她气了 哎呀 看看 顾嫂俩关系缓和了 以后她俩不会和我一起打我吧 有点担心 大郎媳妇来了后 大郎终于不再色眯眯地看着五姐了 之前发情老把五姐当媳妇 五姐整整四个月没搭理她 在这之前 她俩感情真的超级好了 在一起玩 五姐突然不理大郎 大郎还郁闷了一段时间 现在有媳妇了 大郎看五姐的眼神终于变纯洁了 纯洁后五姐马上就和她玩上 不得不说我们老五真是太聪明了 大郎对她图谋不语时 看了一眼都会挨打 如今大郎又回到小时候的单纯模样 她就又认这个弟弟了 虽然俩和好如初 老母亲真的要感动地哭了 也许媳妇来了后 大郎才明白 原来自己不是狗啊 五姐也不能当她媳妇 也是媳妇来了后 她才知道 原来和小美之间才是爱情 而和五姐永远是亲情 哎呀我的天哪 你也想跟五姐玩啊 那你就去找五姐呗 你要主动点 五姐陪我玩 好啊 呆子 呆子气海 不没等见吗 好啊 姐姐 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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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又怕水盆 你看看 你看这脖子 你看你的脖子 你看这脏子 老郑的水盆 你看你 老郑水盆干什么呀 老郑 可爱呀 真可爱呀 真可爱呀 这水盆里挣的都是毛 妈 走了 去 终于 谢谢大家